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集看一個大陸的新聞, 這個新聞好有趣的, 就說一個女人撿到一部手機iPhone, 然後得到一個巨額報酬, 紅包裏面有31張100元, 好開心啦, 怎知他之後回到家發現, 這31張全部都是假幣, 是所謂的年功券的, 室主還說我故意的, 到底為何發生這樣的事呢? 我們一齊看看, 在2月19號, 廣東東莞, 有個女網友發佈了一個影片, 講自己的遭遇, 他說自己在2月17號那日, 好運爆棚, 撿到一部蘋果手機, 本來打算做好人, 是聯絡了室主, 準備了一部手機還回給人, 室主在電話那裏, 是非常之感激啦, 亦承諾會給一個豐厚的紅包給他, 作為答謝, 結果啦, 去到第二日, 這個女網友, 慶高采烈地打開個紅包一看, 好野, 裏面是31張100元, 數目不細, 女網友本來好開心的, 但是呀, 他再細心看一看, 咦, 錢不對勁喔, 原來呀, 這31張的100元, 全部都是練功券, 假錢來的呀, 這下子, 這個女網友好生氣呀, 她覺得自己呀, 撿了東西, 沒有據為己有, 但是竟然被人當猴子那樣玩, 受不住這套氣呀, 於是乎, 一氣之下, 就報了警啦, 這件事其實聽到都幾生氣呀, 那女人呢, 就說自己, 誠心誠意, 撿到手機之後, 想都沒想, 就直衝去約定的地點, 將手機, 完完整整的交還給室主呀, 但那室主呢, 亦都是給那紅包他啦, 那女仔呀, 一摸到那紅包呢, 覺得好厚呀, 心裏面好開心呀, 好似天跌了個錢下來那樣呀, 但是呀, 之後她又發現, 明明是31張練功券來的, 是假到不能再假呀, 而這女人當時呢, 是生氣到爆, 剛才都說啦, 報警啦, 她在網上又說啦, 感謝費, 給多少, 是你的心意, 10元20元都行, 但是啦, 你拿假錢來玩人,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呀, 玩人玩到這樣呀, 於是乎, 女人越想越生氣, 直接拿起電話報警呀, 公安一聽到這件事都非常之重視呀, 即刻打電話給室主去問什麼情況呀, 你猜下發生什麼事呀, 那室主呀, 竟然是你一直氣壯地說呀, 說是呀, 練功券我擺的, 我故意呀, 聽到這裏, 公安又是一頭問號呀, 這個社會真是什麼人都有呀, 那室主不知想什麼, 用假幣來玩好心癮? 而這一個女人呀, 一聽到個室主這樣講呀, 是生氣到七竅生煙呀, 一路之下, 就將件事曝光去到網路呀, 想給大家看下這個室主呢, 是一個什麼人呀, 她說, 就算我拿不到感謝費呀, 我都要你身邊的親戚朋友, 看下你到底是一個什麼的人呀, 那件事一曝光啦, 那些網友呀, 全部在裏討論呀, 大家都在裏講啦, 個室主用假幣是否犯法呢? 亦都有律師說, 這樣做是構成詐騙的呀, 好多網友呀, 都覺得室主做得太過份呀, 拿些假幣來騙人呀, 擺明就是詐騙呀現在呀, 當然啦, 亦都有人講呀, 用假幣犯法的呀, 但其實練功券是不算得想是假錢來的, 你想淘寶一樣買得到的, 甚至有網友呀, 認為這個室主個人呢, 太過狡猾呀, 是懷疑他背後有高人指點教他怎樣做呀, 當然啦, 練功券呢, 就不是說隨時隨地拿得到出來的, 你哪裏找呢, 臨急臨亡, 一下子就能夠變得出來呀, 就算你上淘寶買呀, 都未必即時寄得到給你啦, 所以個室主呢,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去這樣對待好心人呀? 那女人本來一片好心啦, 拿著手機又還回給室主, 結果啦, 竟然有些這樣的奇遇呀, 算不算得上是欣張仇報呀? 但是啦, 這件事呢, 發酵得好厲害啦, 後來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反轉呀, 原來個室主為何會給練功券這個女人呢? 後面是有原因的,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呀, 原來撿到手機這個女人呢, 不是第一時間聯絡機主的, 而是機主, 發覺自己不見了手機啦, 好心急, 好焦慮呀, 於是他利用手機的定位功能, 鎖定了女人的位置, 然後原來機主是有報了警的, 他希望警察能夠幫手, 把手機拿回來呀, 那即是說呢, 這件事呀, 他為何故意這樣做呀? 他是想玩這個人呀? 他心想, 如果不是我報了警, 你分分鐘都不會給我一部手機呀? 後來啦, 原來在警察的幫助之下, 這個室主是好艱難地聯絡到 這個撿手機的女人, 而那個室主就怕女人不肯還手機, 於是就出了些小招數啦, 就說自己會給一個封口的答謝費呀, 那個目的原來就是想引個女人, 乖乖地把手機送回來呀! 其實如果一般人呢, 撿到手機會有什麼動作呢? 第一啦, 就是趕快找個室主還幫手機給他啦, 第二種啦, 就是拿了手機, 拿去賣了它, 或者是自己用, 不外乎這幾種用法的咧。 我記得啊, 之前呢, 我在麥當勞撿過手機, 撿到一部iPhone, 後來麥主打給我, 亦都是還回給他的, 但是呀, 這個室主呢, 是相當之無禮貌的, 我目測他是高中生啦, 我給回一部手機他, 他多謝都不跟我說一聲, 就這樣轉身走了啦, 那麽現在那些人, 那麽無禮貌的咧? 我又給回一部手機他之後, 我條氣是頂住頂住的, 我好心, 即時給回一部手機你, 你一個電話叫我下來, 我就下來啦, 那一收那部手機之後, 你多謝都不跟我說一聲, 就這樣轉身走, 家裏怎樣教的呀? 就算家裏不教, 學校都有教啦, 早知那部電話我劈他警局, 有他自己慢慢搞程序就算啦。 那講返這個事件啦, 這個事件啦, 估計就是那個撿到手機的女人, 是一直都不聽電話, 那室主沒有辦法啦, 就用定位功能鎖定位置, 那Apple呢, 如果你是定位定到他在哪的話, 那屏幕就去鎖我機, 然後告訴你聽我定位了, 跟著你可以傳訊息給他的, 那報警求助呀。 所以啦, 其實這件事來講, 那室主心裏面一早已經先人為主, 那覺得如果不報警, 撿手機的人肯定是會把自己的手機據為己有, 那三十一張練功券作為答謝的原因, 應該就找到啦, 他是想令到對方, 空歡喜一場, 嘗試給人玩的滋味呀。 他這個做法呢, 雖然啊, 做那下好爽, 但是過分了的, 那因為呀, 有機會是被人玩回頭的現在, 因為人家佈了警的嘛。 那不過啦, 件事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啦, 到底誰贏誰輸呢? 那本來這個事件呢, 是只有上半截的咧, 是完完全全說了給練功卷那個人不對的, 但是後來呢, 因為下半截出來呢, 整班網友的輿論就開始反轉了, 大家又討論緊, 哪個對, 哪個錯, 哪個會笑到最後啦。 好啦, 那聽完這一個這樣的新聞, 大家又覺得啦, 這件事入邊, 哪個有問題呢? 下邊留個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